大家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整體在星期一的走勢做得比較好 主要是因為美國十年期的國債息率 升到上去一哩八水平流上 大動化國際金融類股份和本地銀行股都紛紛上升 再加上科技類股份的走勢反彈 令行志早段時間稍為高開口 午後的升幅進一步擴大 曾經升超過280點 升到上最高23,890點的水平 64隻行志成分股中 下跌股份明顯是減少到不早20隻 顯示整體走勢進一步做好 當中做得比較差的創科實驗 跌的幅度達到5% 不過看回錄得升幅的股份 達到22隻 是升超過2% 完全抵消了整體的下跌壓力 而現在看回恆志最後收市的時間 就升了在253點 1.08% 收在23,746點 至於國子來說 就升了在134點 就在8,365點收的 全球成交上升到1356點的水平 都暗示著投資者的口試看法 是有一些逆轉的 比之前來說 起碼看到是偏強了 基本上恆志在個技術上連續第三天 是叫做揚足收市 而第二天是升到上去20天線的水平流上 都顯示著恆志而言 已經站穩了 主要看回上星期四來説 因爲指數下跌的時間 未有跌穿 去年12月份低位是22,665點 而且更加隨著作出一些反彈 重返20天線的水平 走勢上是不太弱的 亦都肯定了 現在已經確認了底部 整體的反彈來説 最主要還是看回 短期裏面 是不是可以 先做一個整股 因爲我們都預計 現在的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都有成1100點 由之前說的1600點的波幅 就收窄到1100點 差不多是去到1000點這個水平流下 我們亦都預計 通常如果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可以收窄到低過1000點的話 整個市的走勢 其實是會有一個逆轉 出現突破的機會 特別是以現在去看回 恆子在今天 升到上去接近 布里加通道的頂部附近 沒有辦法升破 跟這個RSI 是未升到到 70億水平流上有關 在未有進一步的動力增強下 恆子相信還是在布里加通道的頂部 會受阻 而現在去看回 接下來幾天的布里加通道 會再進一步收窄 的機會是更加大 所以暫時來說 指數應該都暫時沒有能力向上升 是24000這個水平 但是呢 隨著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收窄的話 我們相信有機會 整個市況 是會出現一個突破 到時來說呢 港股隨時 會逆轉回前一陣子 一個比較弱的走勢 突破而上 萬一 旅程 給大家按摩 類似大 guided 板 板 ements 板